你绝对想过这个问题 把手雷扔进坦克炮筒里 能不能让坦克趴窝 今天就来做个这样的实验 找来一辆报废坦克 把手雷扔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先用这种装药量60克的手雷试一下 看一下炮管的情况 感觉刚刚手雷扔进去没什么乱用 接下来再换一种手雷 这种手雷的装药量有110克 比上一颗多将近一倍 在扔进炮管之前 毛哥还玩起了花活 待会扔进去的时候 用这个头盔盖在上面 就和我们小时候放炮一样 只不过人家毛哥玩的是进阶版的 果然全世界男人的兴趣爱好都一样 直观上感觉这颗手雷的威劣更大 但是刚刚没有盖好头盔 同心为敏的毛哥打算再是一次 但这一次还是没有盖好 炮管被连续炸了两次 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炮管底部有个洞 这就是刚刚被炸出来的 那到底能不能彻底摧毁呢 话音未落 毛哥又扔进去一颗 炮管又被炸了一次 这次仍然看不到炮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能再换一种手雷 这是一枚前苏联生产的RGN进攻手雷 装药量比刚刚的还要大 在经过几轮轰炸之后 坦克炮管终于被炸开一个大火口 事实证明用手雷炸坦克炮管是可行的 这是刚刚被炸飞的炮管碎片 这么厚的一块都能被炸飞 可想而知手雷的威力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只是在现实中 很少能出现靠近坦克的情况 虽然用一枚手雷很难摧毁炮管 但只要能扔进去 就能对炮管和车内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所以难以想象我们的先辈们 经历了多么残酷的战场 才换来现在的和平